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的时候 帮忙我们容易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看看过去 这一年怎么样 还有一个要看看今年 要干掉什么 我在 一段时间当中 和同工们在很多的讨论的时候 就一直在考虑 这个问题 那么 我们教会时间不长 我们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大家记得吗 2021年到今年是几年了 如果我们当时 最早在这里一起聚会的 同工们或者弟兄姊妹们还记得 我们是2021年的2月14号 开始的第一次聚集的敬拜 可以去再查一下 确诊一下 那么在那一年当中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一起来建造 这里有一个故事 这一起来建造的出处在哪里呢 是在尼西米记的里边的一个经文 在尼西米记当中 是这样说的 以后我要对他们说 你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 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 我神施恩的手 我神施恩的手 按照写 提醒 那么我们读到 尼西米记的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经文 作为一种感受 印度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就看到当时 我们就像是一个被攻破的城 没有围墙 是一种不完整的状态 在那个时候 我们并不太清楚 前面应该如何行 但是那个时候 在我们当中 神兴起一些同工来 是他们看到 神在这里所要开始的工作 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 他们用了一个 起来建造 或者是大家一起来建造 这样的护照 然后来看神如何带领 就像尼西米当年 尼西米他从 首都回到他们的 故乡的路上 和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神 对他所施的恩 就相信他要做的事情 是出自于神 我们在2021年的当中 我们开始尝试来看 神是不是 也把他的恩典 施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这一群 愿意在这里敬拜的人 成为一个被他祝福的一群 也成为一个 他将要建立的教会 基督的身体 真的很感恩 一年过去以后 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个地方的敬拜 稳定下来 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聚集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地方 对这个教会 慢慢产生了一种 尾身和认同感 神的工作 神的恩典 被我们所惊艳到了 这是第一年 那第二年呢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都到一块两年 过去了 还有一个月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当时西明还有徐蕾 他们同工们 商量了以后 提出来 教会第二年的主题 叫做 彼此相爱广传福音 既然我们在一年当中 所经验的 已经看到神在这里 已经开了一个工作 那么在这当中 所招聚的属神的子民 他们要活出见证来 要在这里成就神的心意 那这个见证 最根本的见证 就是什么 彼此相爱 这个真的是神 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 所赐下的恩典 也是显明的带领 所以在第二年当中 我们这个教会 选择的主题 就是彼此相爱 那么 在那个时候 我们所感受到的 一种感受就是 在前一年 我们所经历的 所有的不愉快 或者是挫折 神其实是借着这些事情 把我们从过去的一个环境当中 带出来 就像以色列人当年 从埃及地被带出来一样 上帝在这个诗篇当中 八诗篇当中 描述以色列人的经历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 上帝向以色列人 说恩 他这个第八节这样说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来 迁出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 他就深深扎根 爬满这地 我们当时从那个教会 前一个教会出来的时候 是神把我们从那里迁移出来 他选择一个地方 就像在盆里边栽了一棵葡萄树一样 他用各种的保护 把我们保护在这里 把我们栽在这个盆里边 使我们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站在这 但是我们只是一个第二年的过程 这第二年的过程 我们在这个盆栽的植物当中 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彼此认同 彼此站立 使我们真的是可以在这里 献明 我们是被神牵移出来的 那么到了今年 今年我们教会的执事会 讨论了以后提出来的主题是 往下扎根成全圣土 我们不能够总在待在那个盆里边 我们不能总在一种被动的环境当中 神预备这些地方 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有他一个更宽阔更美好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选择这段经文 我没有把前篇两节写下来 我怕大家在时间上有对号的感觉 但是我愿意把前篇两节读给大家听 这个故事发生在西西加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以色列 犹大这个国家受到外族的侵扰 北部的这些民族 强大的民族下来攻击他们 这个国王心里很难受 他们那个势力对比差距太大 他们被攻击的时候以为自己就活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加王 对他说了一番话 给了他一个印证 这个记录在以赛亚书37章的30节 这个后边 我从30节开始念 以赛亚说 以色列人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这个我是以赛亚提上帝说的话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然后就到了这一段话 由大家所逃脱圣余的 仍要往下加根向上结果 必有圣余的民 从耶路撒冷出来 必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在我们一年多两年之前 经历那个困难的时候 神把一群特别的人保守出来 上帝的热心成就了这个事情 我们被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 当然前面讲 第一年吃自生的 第二年吃自长的 其实我们所经历的 跟这个情况差不多 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真的是靠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 做了什么 乃是上帝不断的 把他的恩典写明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我特别记得 我们青少年第一次施洗的时候 有三位青少年受洗 我看了一下这三个人 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传讲过福音 是神把他带到我们当中来的 是神已经预备了那些人 他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他身体的时候 他把属他的人照着他的恩典 带到这个地方来 来祝福这个地方 我们的教会在这两年当中 除了上帝为我们所生 上帝为我们所长 不是出于我们的 但是后年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到了后年了 到了后年我们要做什么 要往下扎根 要向上借过 我们从盆栽一个被呵护的环境当中 我相信神让我们长在他所赐的土地上 长出他的丰盛 结出他生命 让我们生命当中所当结的果子 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就更一步的往前发展 我们要向下扎根 成全圣土 那么我今天所选择的经文 刚才徐雷弟兄已经带大家读过了 我不再重新读这个经文 在开始进入这个经文之前 先我们做一点祷告好吗 主人真的是感恩 我们看见你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 对我们的引领 在我们遭遇各样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你的恩惠不曾离开我们 你的保守藏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让我们曾经失落迷茫的时候 能够看到你的带领 让我们在不知道该如何行的时候 你却用你自己的能力拖住了我们 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 为南泽西主恩之家来献上感恩 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你手中的工作 是你所开启的 是你所保守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怀着信心 来到你的面前说 主啊 你所打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够关上 你所开启的 在这地方的工作 就必要成就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旨意 主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 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里边 向下扎根 牢牢的扎根在基督的里边 也在这里真的是成全你自己的旨意 成全彼此 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 都能够被彰显出来 你在我们教会所定的旨意 都能在这个时候被行出来 使你的心意得满足 我们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读完这段经文之后 大家的感受是什么 我这个应该有一个顺序的问题 我本来想把那个树藏一下再显出来 结果它一下读出来了 对完了生根建造以后 我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是看到一棵树的形象 对不对 它其实是有跟树有关系吗 是个纸样子 它根很深 那个树占的很牢 我们往往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描述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 往下有一个深深的根 站得稳稳的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来思想 当我们把神的话打开的时候 愿他的光照也就在我们的面前 使我们能够明白 这句话第六节开始的时候 保罗这样说 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尊他而行 我们这句话熟不熟 非常的熟悉 对不对 很感谢神 我们过去一直教会在推动读经 我们可能看到门口有很多礼物 读完经的都有奖赏 我很感动 我们有这么多人读完了圣经 感谢主 读经是为了把神的话 装在我们的心里边 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可以不得罪他 但是这些话语当中 有很多我们需要思想的地方 神的话 他里边那些含义 我们要真心的慢慢的去体会 这里讲到 这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这个话在翻译的当中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的角度 那么我把另外一个 不同版本的翻译 也放在这里边 中文的翻译的成文时间 稍微有点早 那么他那些话 跟我们今天的理解 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 花一些时间 那么英文这个翻译 他的翻译 新国际版的翻译 是比较切合于 今天我们的理解层面的 他说什么呢 So then just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as Lord Continue to live your life in Him 中文的翻译和这个翻译 是同一个意思 接受 在这里这个接受这个字 跟我们信主那个接受 说这个人接受耶稣 我们决志之前有没有问题 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生命的主 我们都说什么 是 Yes 那个接受和这个接受 不是同样的一个字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啊 我们只是承认了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在承认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对基督有多少了解 我们对上帝有多少了解 很少很少 圣灵感动我们 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了一个善功 让我们可以承认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刚才我听到祷告当中讲 认识耶和华是什么 智慧的不是完成 这个我们要很小心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认识了祂 是承认了祂 但是不是学了祂 保罗在这个时候讲的 接受了主 耶稣基督这个接受 比认识要近深很多 他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 学了 或者是与祂结合了 你们学了祂 才能够照祂行 认识祂 不知道祂说的是什么意思 只是开端而已 我们要尽快离开 那个开端 进入它的 完全 这是希伯来书中所说的 在过去一年当中 大家在读经上边 一定有很多的 向完全那个角度的进 我们今天继续来读 更多的读 但是读的同时 有更多的思想 不断的思想 不断的读 那么这个学了和承认了 当我们 这个是有差异的 当我们学了以后 我们要跟我们所学的怎么样 结合起来 于是就有了一个叫做 尊祂而行 你学了不尊 跟学不学有什么差异呢 没有区别的 所以在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提到这个尊祂 其实这个是中文的翻译 原文就是在他里边 你学了基督 你就在他里边 照着他 将你的那个东西来做 行就是走路的意思 那么NIV的翻译非常好 你这个学了基督以后 你就要继续活在他里边 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 要活在他的里边 Live your life in him 照着他那个样子去活 叫做Live your life in him 因为在圣经当中 常常讲要披戴 披戴主耶稣 我们有没有记得这句话 披戴是什么意思 是戏子 扮装成那个角色的时候 讲笑话 八十岁的老头演小蛋 他穿上衣服 也是个小姑娘 对不对 十岁的小孩子演老生 穿上戏袍 他就是他爷爷 你的角色 我们在基督里学了基督 就要活他那个样子 叫做在他里边 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 那么讲完这句话 有一个图像 我给大家看 这个好像不够明亮 这个地方叫华山 在陕西 那个字可以读华 应该是读华 华山 他那个山路很陡 你要上到那个山顶的时候 他只有这个一条路 你必须要走在他这个路里 什么叫在他里边行 就是走在那条路上 你要是不走到那条路上 出什么事 有没有人愿意试试到外面去走的 只能比会一下 你不敢跟走 我们其实学了基督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步走歪都有问题 都有风险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他讲的第一部分 学了他就要在他里边 在他里边的意思就是走他那条路 那么他继续说 在他里边生根建造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 叫信心坚固 在他里边和刚才那个尊他 我们讲了是一个字 尊他就是在他里边行 这个经文 当下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 连续有几个地方是在他里边 在他里边 在他里边 我们做基督徒 就是要向基督 而且一直在基督里边 他就是这个意思 生根建造 要注意一下这个 这个词汇 在原来的文字当中 我特别把英文的翻译翻出来 中文也有个麻烦 中文是没有时态的 我说你去 我也不知道你是今天去 明天去 后天去 但是一读英文 它是有时态的 这里讲到生根和建造 这两个词全都是过去的时代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已经生了根 什么叫做 已经被建造了 然后 后面又加一句信心稳固 这个信心稳固 也是一个过去的时代 凡是在过去 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他要强调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要保持的意思 你要在他里边走 你要保持你的根 在基督里边 你要保持你所建造的 在基督里边 你要保持你的信心 在基督里边 怎么保持 他教了一句话 圣经的教导永远是完全的 叫做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所领受的教训 这这么多字在中文里边 英文只有一个字叫做be taught taught 你被教的 什么叫做保持你的根 就是正如这个字翻得特别好 什么叫正如 我扮一个角色 扮得正如那个角色 那是什么意思 像 一点不差 唯妙唯小 我们要想把根保持在基督里边 我们把自己在基督里 所受到的建造 教导信心都保持住 只有一个东西要 要我们花功夫去做的 就是 准确的按照你所被教的东西去做 我们 常常不太准确 我们学了爱人以后 我们什么时候爱人 千万不要说我们不爱人 我们真的爱人 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爱心 我们那个爱心是在对方不得罪我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跟别人意见保持一致 是他跟我一致的时候 保持 是按照你所学的保持 我们确实读了圣经 我们确实知道这些话 但是这些话有没有帮助我们保持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上帝的话 有没有一次 把你从你要做的事情的那个方向上 带回到他的方向上来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你读圣经以后 有没有一次你心像针扎了一样 说很痛 主要我得罪了你 我要在你面前悔改 我要回到你给我定的 那个信心的方向 是你话语的方向 那个根要扎在它那里 不能出去 我们才能够长成这样一棵树的样子 我们见过这样的情景 我们很努力的长了一棵树 然后一阵小风吹来 发现没根 根没有扎下去 树就倒了 十年的教会 二十年的教会 一点小事来了 教会就散了 根在哪里 我们也是如此 信主十年 信主二十年 人得罪我一次 这火就上了防粮了 恒久忍耐 不要说恒久 那一点忍耐 有学到吗 我真的见过这个情景 我们家原来住在Cherico的时候 那个房子周围有很多的树 有一天 这个是主日 敬拜 我一般去主日敬拜的时候 不会忘东西 那是春天的时候 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忘了东西了 然后呢 就在敬拜开始之前 我就往家赶 我心里就觉得很奇怪 等我到家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哎呀 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叫我回来 因为我们家有一棵树 倒了 就在我们从九点半去教会 到我十点钟回来 这十五分钟当中 那棵树 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就是到了又回来 倒了 倒在我们 夫妻睡觉 那个卧室的房顶上 后来就看那个根 那个根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天有点风 风不大 没有 比原来曾经有过的风更大 可能那天的风刮巧了 刺激到这个树最软弱的地方 那个树就倒了 砸在房顶上 然后我就 就当时心里就很乱 说上帝为什么让我在敬拜之前 因为那天我所有回来 是因为敬拜当中有服饰 服饰用的东西我忘记了 所以有事情 所以我急急忙忙赶回来 心里已经是毛毛躁躁的了 然后一下子又看到 这个情景 你觉得敬拜的心 还有多少 第一件事是要看看 这个里边有没有 塌下来 然后再去看看那个树 怎么把它磨掉 然后再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然后再 回到那些好多事了 那个心已经开始 往哪个方向去了 往那个解决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的角度去了 有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 我们不能说它都是魔鬼干的 风吹倒树这件事不一定是魔鬼干的 但是上面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它一定有一个目标吧 它为什么在主欲敬拜的时候树倒呢 星期五个岛不好吗 星期四岛不好吗 哪天都刮风呢 也不就这十五分钟的风刮得最狠 而且我哪天不忘东西 为什么今天有事的时候忘东西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 不去看这棵树 赶快往回跑 你知道恩典有时候啊 刚才长阔高深是吧 超出我们的缩秋缩响 等敬拜完了以后 我才告诉我太太 咱们家倒了一棵树 正砸在咱俩睡觉 那个屋子的房间 如果我们俩睡在里面 如果下个半次 那动静一径小不了 然后我们回来爬上二楼看了看 那个二楼我们的卧室 房间里没有什么事情 爬到阁楼 etic上面去看了一下 roof好像里边也没有扎进几个东西来 外边不能去 因为我爬不到那个二楼的屋顶 我要叫人去爬 后来我第二天到星期一的时候 我才找到工人帮我去检查 那个一个砍树公司就来了 花了不少钱把它砍掉了 然后那个砍树的人砍完了告诉我说 你的房底一点都没受伤 那个树 我们家那个房的高度应该是超过25尺了 一楼大概有十几尺 二楼大概整个屋顶上去有25六尺高 那个树很高 那个树大概比那个 从这个屋顶砸过去以后 你从对面那个 就到了房子的另外一边你都能够看到那个树顶在那边 那树很高 很重的一棵树 他砸的角度太奇妙了 他跟这个屋顶的斜度是一样的 打下来他平行的拍在这个屋顶上 保险公司居然一分钱没赔我 一个检察官上去走了 三圈下来说 No damage 我不是为了no damage来感恩 我确实要为这事感恩 但我今天讲这个目的不是为这事来感恩 因为这个下次可能就砸透了 我要想说的事情是 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的心要被他掌管 明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 是上帝在教我们一个功课 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都不是完美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 让我们离开上帝要我们走的那个方向 当静办要开始 当有事情要预备的时候 我们心里最烦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 寻求神 依靠神 盼望神的心 那个时候太容易回到自己的手上去 解决自己能力所及的那些问题 然而当你把这些事情学习 说先不去想的时候 出人意外的 平安 也许就从神那里领导我们 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是急性子的人 办事容易着急 特别是别人办不好事的时候 我更容易着急 我们自己容易原谅自己 不太容易原谅别人 但是 上帝在那件事情上就 让我学习 安静 等待 真的是 很多事情会发生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凭信心 照着他希望的样子去做 我不举这个例子 是不是说我有 我举这个例子 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耐心 但是在那一刻 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件事情 这个时间是归于神的 今天早上敬拜 服侍这段时间 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 任何的事情 都要等到 这个时间过去以后 当我们在世上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被搅扰 今天我们要向下扎根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事情 来找搅扰我们 但是我们要 曾经有一个歌唱过 叫《注目在耶稣》 对不对 我们要看着神的旨意 看着神的安排 相信万事皆有事 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 一定够我们所用 当这个时间 该分别为圣的时候 我们就分别为圣 神的祝福 一定够我们用 那么在下一节的经文当中 他讲到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言语 不照着基督 乃照着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把你们裸去 当保罗告诉 这个 这些他的听众们 你们要把根保留在耶稣 在基督里的时候 他下面的提醒就是 你要注意 你这个根一定要保持在 他的里面 因为太多的东西 会把你这个根 从基督里边怎么样 拿开 用什么 这个翻译确实有点文言 这个理学的意思 就是世间的哲理哲学 哲学 那么 虚空的妄言 就是 空虚不实在的谎言 我前两天 因为最近谎言太多 我听说 也许我家人在国内 那个商店里抢的东西 越抢越稀奇 开始抢 反正什么都抢 就是为什么 就是空虚的谎言 哎呀 说那个新冠药拉肚子 突然间全中国 连卸药都买不着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 对吧 这个不得命 你买万万干嘛呢 对 所以就是 这个世间有很多 空洞不实的谎言 但是我们很有一个智慧的心 因为我前两天听的笑话 是这么说的 他说 所有骗你的人 都不说瞎话 有没有这感受 你上当绝对不是 因为那人说瞎话 这个有点道理 他只是说了一些 空虚不实而已 有没有人得新冠拉肚子 有 我母亲得新冠拉了肚子 我妹妹和妹夫得新冠 就没拉肚子 那你觉得 他们俩不拉肚子 爷能挡包要搁家里 不实的意思 就是说 百分之一的真理 被扩大到 很大很大很大 然后我们就被这些东西 牵着走 以为 它会发生 这些事情经常搅扰我们 然后人间的遗传 它这个原来的意思 就是人间的习惯和传统 我们办事是不是很靠传统 我们但凡遇见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要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大家是怎么干的 习惯是怎么干的 传统是怎么干的 我们有很多的传统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不年轻了 很多的人都已经积累了很多年的传统和习惯 我上次跟他打架的时候 这一拳打在鼻子上 他才趴下的 所以下次我就找他鼻子打 忘记了 耶稣说 你要让人家打左脸的时候 给右脸 他一定会被上帝搞爬下 行出公义的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上帝的信使和他的公义 这间的小学就是世界的原则 我们有很多世界的原则 这些世界的原则都不出足于神的智慧 神的美善 而我们太习惯在这些原则当中做事了 我本来想举一些例子 但是我又想举这个例子 太多了 然后又不见得很有代表性 所以我就不做举例子了 这里 总归一句话 发生这些事情的 被人的理学 虚空的谎言 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把我们从基督这里带走的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 我们做事 不照着基督 这样的话 在前面的经文里面 他讲到说 我们学习了基督 就要一生活在他基督的道理里边 对不对 一直活在他道理的里边 然后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把根基 要把建造 要把信心 全都放在基督里边 然后在对面 当这些正面的话讲完以后 保罗来提醒大家说 如果我们不照着基督 不在基督里边 按照我们正如所学的那些基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被这些东西带走 所以在今年我们开始讨论要向下扎根之前 我愿意用这段经文来先提醒大家 或者我们一同来被提醒 我们先把根留在基督里边 然后向下扎根 在他的话语里边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丰富 像刚才那个树的图像一样 那个位置定准了 根扎下去 才长对了地方 如果我们的根不能够留在基督里边 我们常在世界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常在世间的小学 人间的传统上边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所学的就与我们无关了 我们在那些世界上越努力 越操练自己 根扎得越深 我们跟基督越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盼望大家都学习一个改变 当我们读了上帝的话以后 我们把我们原来考虑问题的方式放下 开始想一件事 上帝要我们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在基督里来改变自己 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 我其实没有给答案 就是说过去一年当中 有没有一次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说 哎呀 我原来不是这样做的 我愿意回到上帝的话里边 照着这个所学的 保持我自己在他里面 我在 有一个个人的见证 我在去年的时候 工作当中遇到一个事情 我们的产品被审批的时候 人家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回来做了一些研究以后 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正面的解决那个问题 当我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编故事 我们心里就产生一种冲动 同事之间也产生一些建议 说我们能不能编个故事 我们不要承认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编个故事好不好 从7月10号发现有这个问题 到12月1号完成这个工作 整整这段时间里边 一直有这样的争论 但是我每一次 我也常常被他们那个建议带着走 说编个故事混过去吧 编个故事混过去吧 但是我每次想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神叫我们怎么样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再多说 就出于那恶者 所以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不能编故事 三个月没睡好觉 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 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 因为在这三个月当中 我只要有一次 同意别人的观点 我们的故事就讲出去了 但是神的信使 哪一天要回来找我的时候 怎么办 不容易 每一天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来想一想 我们读过的神的话 把自己留在他里边 留在他里边 然后在这一年当中 盼望大家继续的向下怎么样 扎根 扎根 在他的话语上面 花功夫 知道一点 活出一点 学一点 做一点 因为这段经文 我现在要回去读 这段经文最后的两节 我没有特别的列出来 因为神本性 你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 有体的居住在 基督里边 你照他的信实 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 他一切的丰富 不是我们能够想得明白 这一切有多少 你数得过来吗 你怎么知道 哪棵树能砸到房间 哪棵树不砸到房子 但是他一切的丰富 不用你的环境如何 一定在基督里边 这是我们的信心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 他的本质 本性和信实 所以我们在他里边 已经得了丰盛 因为他掌管万有 这是这段话 回过头来 激励我们 照基督而行 把根生在他里边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 启示 我现在讲个故事 希望这个故事 对大家稍微有点帮助 这是我父亲小的时候 给我讲的 这个不念什么 开玩笑 说有一个财主家的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贪玩 不好好学习 请了好多师傅来教他认字 师傅怎么教这孩子 不认字 这孩子不愿意 要这字的方式去认识东西 但是小孩子们 都是形象思维的 他看什么都是 都是个图画 那个师傅 他父亲后来就找了个师傅 来教他 说你知道 教会这个孩子认一个字 我就给你一大笔钱 那师傅说 那好 我试试 就给他说 那挑个简单点的 先给他写了这个东西 在这个 我们叫什么 填格本 是吧 小的时候一个小格子填字本 对对对 写了一个东西 小孩看了之后 他说这是什么 没说 他说是钉子 因为是小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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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本 很小的一个 一个寸 长的东西 他说这是个钉子 师傅说 不对不对 你不能再看画了 你不能想象 那个图像了 这是个字 这个字 你要照字去认它 那这个字念 一 每天就教这个小孩 在这个填格 填字格当中 写一 写了好几个月 问他 你认识了吗 认识了 老师给在这纸上 写了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一 他会了 老师一看 他会一个字了 应该有赏了 就去找这个小孩的爸爸 说这个 我教会他一个字了 我打算领赏 他爸爸说 那好 你把他叫来 把他叫来 我问问他 他是不是真会了 然后把这孩子叫来 叫来以后呢 他爸爸呢 就让这小孩 坐在这个 这个 他这个书桌前面 他呢 就到这小孩面前 在地砖上 写了一个 大个的 这个东西 写了 小孩站着呢 他就写了 他脚前 写了这么 我们广东话讲的 该君子写这个 在地砖上 写了一个 因为地砖就比 那填格本要大 这成一尺长了 然后他说 认识这个字吗 小孩看了天 不认识 老师说 我这个 教育你这么写了 这怎么不认识了 小孩说 你再想想 你再想想 小孩小了半天说 冥栓 我们家说话 就是木桩 大嘛 小的那个是 钉子 大的是 什么叫木桩 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学基督 要改换思维 我们以前 照着这个样子 想事 我们告诉图画 小孩照着图画 想事 小的是钉子 大的是 大木桩 当我们认字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字 来想 我们学基督 也是如此 世间有太多的小学 我们太习惯了 世界的传统和哲学 当然我们学了 基督以后 我们要按照 基督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话 为我们思想 学习行为的基础 要改换 要改变 在向下扎根之前 先把根留在基督的画上 保持在他的里面 然后不断的经验 他的丰富 信心不断的成长 使我们在他里面 更加的鲜熟 更加的有见证 更加的活出 基督一切的丰满 也经历 他一切的丰盛 我们来做个祷告 主要您是一群蒙恩的人 您已经 把我们从 罪恶和过患当中 挽救出来 您已经带我们 脱离了这个世界 而进到了 你永恒的生命的国度 主要我们愿意 你所开启的这个工作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断的加强完成 让我们追随你的心 一天一天的稳固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 所领受的 我们都来持守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你的里边扎根 让我们既学了你 就照着你的话去做 而且我们的信心 真的是按照 从你所学的 命运的方式 一天一天的稳固 被建立 使我们的教会 能够在你的面前 能够完成你的心意 使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惊艳你的美好 成为你的见证 愿你自己的恩典 常与你的教会同在 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祷告封耶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